朱古董 朱古董 因為他今天在台北有事 現在以後現場會由我在這邊 就負責這樣子 他已經到 這個月底他就是 最後的工作期間 因為他的專長是法律跟金融 他還是要回到金融業去 那這邊 以後就會由我來這邊 負責跟大家做任何一個解說 或者是說一個工作 我們3月5號已經有在富山國小 有召開復工說明會 也有廣發所有的邀請函給所有的環保團體 跟所有的在地民眾 用雙貨號寄出去 所以那天也有那個 復工說明會說明了之後 現場也暫時沒有任何反對聲音 我們依法合法復工 但是現在復工完了之後 我們也會依法去申請 所有的各項證照 你說我們有沒有準備好?應該是說 我們有沒有通過我們所做的承諾 四大承諾 我們有做好這四大承諾的時候 我們面對大家 我們才會很理直氣壯 所以說現在比如說我們 是不是說 東工完之後就會立刻營業部 我們還要貫徹我們對縣政府的成分說 我不用多少百分比率的 在地台東縣的一個人士 我有多少的一個產品 都是我們排東西的產品 我的污水排放標準 歡迎大家來檢驗 照我所說的都是經過三級透析設備 然後排放出去都是乾乾淨淨 國家是二級設 那個二級檢驗標準 可是我們三級檢驗標準之後 我們是跟大家所講的一樣 也歡迎大家到時候來看看說 我們這樣子每天去養護沙灘的時候 現在沙灘跟之前的沙灘 比較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那也因為這沙灘都是共有的 所以我們五月號開始 那個海水浴場開放之後 也請大家來看說 我們五六七八月所有的海上活動 帶給我們台灣省其他縣市民眾 跟台東縣民多少個歡樂 我相信飯店的存在是說 要能夠在地創造一個更多的附屬價值 也能夠給大家一個故事的開啟跟回憶 我想這是我的一個責任 我要把這邊的員工照顧好 我要把對縣市民的承諾做好 對不起你剛剛說的四道承諾一個是在地的 一個是說我們是保護環境 一個是保護環境生態 所以說我們所有的活動都是非動力的 絕對沒有水上摩托車 絕對沒有什麼遊艇之類 全部都是衝浪板 風帆之類的一個活動 第二個是說要保障就業機會 保障就業機會是說 我對台東縣民有百分之 我記得我的承諾是百分之七十 數量都是台東縣民來我這邊工作 這些以後大家都可以檢驗的 另外一個是說保護在地文化 保護在地文化是說 我們的赤童部落我相信各位記者應該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台東縣這麼多部落裡面 我們赤童部落老實講 還真的是達不到小康的標準 我們要怎麼讓赤童部落能夠達到小康以上 我們目前已經有五個計畫在 現在我暫時還沒有跟大家完全的講 是哪有個計畫 但是希望說大家用半年一年時間看看 我們把在地的部落的文化如何去保存 我們並不是吹吹它 是保存它 而且是讓它更有一個附屬價值的存在 好 以上 那所以我們沒有開幕的時間表 有定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開幕時間表 一切要依照縣政府對我們的檢查 不符合我們所計設的一個標準 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動工完了之後 我們就直接開業務 我們不會這樣子 我們一定會遵循所有的法律規定 當所有的法律規定上檢查 我們都已經OK了之後 我們才會正視對外 不會貿然對外 那針對那個環團 或者是一些 就是還是反對美麗萬開發案的這個 會再持續溝通還是 當然要持續溝通 因為是說 他們是這麼愛護台灣的一份子 其實我都想跟著他們一起去 去環島 但是 因為目前在這邊 在動工時候 我實在沒辦法走開 因為他們這麼愛護台灣 我怎麼能夠不去了解他們 因為如果彼此不溝通的時候 我不瞭解他們 他們不瞭解我 才會產生誤解 所以說我覺得說 我非常敬佩他們 他們為台灣盡了這麼大一個努力 這個份子 大家也一定要好好去在意他們的聲音 但是說 在意聲音之外 應該是說 我們彼此如何用合理的論述 去溝通 讓大家能夠取得一個說 彼此一個信任 一個利基點 請請問一下 像五月沙灘開放 是 我們要採收費的方式 沒有 不收費 所以還是依照原本收費 對不收費 對 因為我們承諾本來就是說 所有的台東縣民都不收費 但是我們今年 我們也還是跟去年也說 所有的人 都先不收費 因為我們也還沒有把 完全把所有的一個 服務設施 都整理得很好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我們沒有資格去跟大家收費 我們應該說 我們應該怎麼去把 今年的五個月的沙灘季 做得更好 讓大家看見我們未來的品質標準 我們美麗光好像還要再招募兩百個員工 現在已經開始招募了嗎 還是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三個禮拜我們在寶商國小 已經有些參加就業服務站的一個說明會 現場也已經收到了這樣二十幾份履歷表 接下來我們四月份還會在 我們那個 籌備辦公室 做第一次的一個職業說明會 這一次是先針對附近 赤童部落跟加入蘭部落 的一個原住民朋友就說 我這邊會需要哪一些職業人員 會需要哪一些條件 如果說大家有意願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 來填寫資料 我們來談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波第三波 第四波針對台東憲民活動 因為縣長他也非常關心我們這邊 他也會一直問我說 你們禁用時間表是如何 當你們幾月的時候 你們會有台東縣級的民眾 有幾分之幾已經禁用了 我們這些都要報復給他的 我們大家照明冊 那民社上面他檢附就是說 他的那個相關證件資料 這樣憲政者才會知道說 我們的確有做到這個承諾 五月開始試營運嗎 不是沒有 沒有 沒有試營運這件事情嗎 沒有 我可以很正式的公開說 並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內部幾乎都已經完成了 裡面的硬體 現在我們要做裡面的裝修 但是裝修完了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會檢測 裡面所有的供應的服務品質 跟人員的品質 是達到標準 我們才會對外 而且就是說 剛剛也重複講說 我們什麼時間對外 這取決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上級單位 就是公家單位 過來給我們這邊做檢測 我那時候的放流標準 的確是合格的 我所有的那個雇用標準是合格 我所有的那個服務標準是合格的 我們才會對外 我們絕對不會說 任何時間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就直接對外 所以現在你們有多少員工 現在有多少員工啊 這個 暫時我不方便透露 但是我只能說 那現在百分之多少是台東縣在地的 現在 就是以現在籌備出來說 最少百分之七十 都是台東縣的員工 像我是屬於外地來的 像我這種外地來的 大概不超過四五個 不超過四五個 所以現在總人數還不能公佈 應該說 這個不方便公佈 但是就是說 我們總編制書到時候 縣政府那邊都查得到資料 然後大家查到資料之後 也可以從那邊查到 就說 我有多少比率 是不是我們台東縣級的員工 那台東縣級的員工 大部分都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我們 我們絕對不會設定他做什麼工作 應該是說 我把所有的一個工作崗位 跟他可能必須具備的一個經驗資格 都調列完了之後 你想應徵哪一個 我們都絕對不會去排斥他的 絕對沒有說 我們台東縣級只能夠做什麼 甚至我們會在台北辦 是不是有歸於返鄉的一個人 願意回來台東工作 願意回來台東工作 比如說 他是原來可能在某些大飯店工作 他本身是理智階以上的 他願意回來的時候 我們更是求之不得 希望他回來 絕對希望他回來 所以說目前你們 目前你們的整個作業都在進行 對 在進行當中 可以確定的就5月1號 沙三一開放之後 對 因為5月1號 海水浴場一定要開放 所以說 5月6月7月8月9月 每一個月都有每個月的一個主題活動 這個到時候我會把相關的訊息 告訴各位媒體記者 那你們知道說 我們每一個月 有哪一些活動這樣子來 因為我每個月不同的主題 讓大家來親近海岸 所以說 不管地方上 怎麼樣的任何康慰 成情之類的 你們都不為所動 不是說不為所動 應該是說 我會非常在意 這些聲音 我也希望說 他們願意給我機會 讓我能夠坐下來 跟他們互相溝通了解說 彼此之間的訴求點 我們有沒有什麼共同 可以去討論的一個地方 因為所有的立場 絕對不是說 是或對 兩個 不是 是或錯兩個 敬畏分明 應該是說 各有各的一個論述立場的時候 各有各的一個 想要替台灣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找到一個 最大的協調共同點 絕對不是說 我就是對的 或者是說 他是不對的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覺得有這個空間嗎 我相信 如果說 願意給我機會 我一定要參加 絕對不夠說 我先設定立場 絕對沒有空間 我想 這樣子就失去了 我們民主社會的一個爭議 民主社會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權力 表達他反對的聲音 但是 我也要跟他講說 我這邊是怎麼去做的努力 那歡迎大家來做一個 什麼檢查跟檢驗 所以目前這種狀況 他們的要求就是猜 不是 他們的訴求是猜 但是 那我會跟他講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一個論述說 我們 認為說我們 一定是合法的 相對這種東西 我相信經過八年時間 大家不管在相關的一個 公家機關的網站 或者各種論述 現在情感上面認為說 我們是破壞了海灘 但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破壞了海灘 我們可以把以前的空造圖也都掉出來 然後看看說 是不是我們真的 破壞了海灘 那 如果是呢 那如果是 我會跟我的老闆說 我們的確不對 但是 就我現在從以前空造圖 掉到說地基圖面 我們沒有超出 沒有超出 所以這個標準是誰設定的 所以你們才確定你們沒有超出 應該不是說 是不是我們自己確定 應該是說 我們經過這麼多次的一個評議之後 我相信 各級的法院或各級的一個 那個 那個環評 他們的專業比我會更強 那相對來說 他們資料會比我更多 如果說 他們經過一再的推定 我們這邊 都是合乎法律的時候 我就沒有 我 我就只能說 這些 這些 這些判決 我必須去服從跟遵守 這並不是說 我自己說 我合法就合法 不 這是我們的一個公家單位 判定我們是合法的時候 我就會認定 我是合法的 所以請問 像這次環團 他們又提出訴願 對於這邊的一個回應 或是後續 你們會跟他們做溝通或什麼嗎 有沒有主動這樣做 或者是怎麼樣 應該 應該是這麼說 我 從來不會放棄這種一個溝通的一個機會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三月初 我才來這邊報到 那我來這邊之後 我其實身上愛上這塊土地 那我一直希望說 他們能夠給我機會 能夠給我機會 因為比如說第一次 我們復工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一個環團 我們寄了雙掛號給他們 希望他們來參加我們復工說明會 然後認為有任何一個 我們不妥的那個想法之後 可以在復工說明會的時候提出來 可是很遺憾是當天 我沒有聽到任何一個聲音 所以說 我可能也失去了 跟他們互相溝通的一個機會 但是 剛才提醒呢 我也希望說 離我這邊去主動 主動 跟這些團體做接觸 那希望說 能夠用 我們一個用 論述的一個方式 來取得彼此的一個信任 請問你三月之前的工作崗位是 我三月之前在台北 的職位是 我的職位也是目前這個職位 合理 是 是 所以你說法令 令人合理 人都是想辦法去解討 所以 應該這麼說 法令 因為我說我不是讀法律系的 所以說我只能夠這個 針對就是說 我們的法院怎麼去判定 我就怎麼去服從跟遵守 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 我只知道說 我們國家所交付的任務是什麼 我一定要去達成 相對來說 各種一個解釋 我是一個平凡人 我跟我去給他解釋 如果說 國家認定 這是合法的 我就去必須要去遵守他 可是現在不是判決已經違法了嗎 沒有啊 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台東縣政府 他自己本身認為 是他發的執照 所以他認為違法 可是中央認為你們是 呃 他認為是你們合法 因為是他發的執照 可是法院已經判下來 這個環評是違法的 所以他是違法的 沒有關係 那請問一下就是 你原本是說 今年的話是 對外就是 海水廠開放 不會收費 對不會不會不會 那未來幾年 未來幾年 會向其他人收費嗎 沒有應該這麼說 我們正式開放之後 我們所承諾說 呃我們台東縣民 呃在我們那個 BOT的時間範圍之內 永遠都不收費 你說台東縣民未來 就未來五十年嗎 五十年都不收費 未來五十年不收費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當然去收費 好可惡